大家好 欢迎收看静电传奇 河南有座山 叫神龙山 山上有个谷 叫逍遥谷 谷里有个村 叫丰门村 原本这村也和其他的小山村一样 默默无闻地待在大山深处 可是2011年的某一天 一支探险队的到来 却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瞬间就让这个村子成了全国人们 谭之色变的恐怖地待 怎么回事呢 原来组成这支探险队的是几个资深旅友 他们属于没事就爱往深山老林扎得住 当时正在神龙山里面踩点 打算在逍遥河谷 蹈腾出一条新的探险路线来 结果误打误撞的就进了封门村 事后回想起来 就连这误闯都透着那么一股子 诡异 那会儿正是夏天 为了探险队 已经在深冬山里面转游了几个小时了 那叫一个泪 不过按照地图上的标示 向南再走个几千米 他们就能够走出逍遥河谷 顺利完成任务了 顺利潇河上游走到下游 我们都穿过潇河的水河大宝 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明明就是按照地图的指示往前走 走着走着呢 却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都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还没到出口 再仔细一对照路线 诶 居然迷路 我上下来的 有个山河路口 当时都错了 然后本来是应该是往下走了 我们反而就往上走 当时呢 天色已经晚了 队员们呢 其实都有点着急 你说晚上赶路 它毕竟不太安全 正愁着呢 突然就有人叫了起来 说村子 那里有座村子 大家那瞬间是满血复活呀 有了村子呢 就意味着有人啊 那有人 那就能蹭蹲饭 顺带的蹭张床 可再这么仔细一瞧啊 他们的心顿时就变得拔凉拔凉的 甚至这个脊背上面 都升起了一股子寒意 有点那种实际神仙 那种感觉 村子布局立体感特别强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半山的村子 胆子大的队员提议 要不咱进去看看吧 可这一进去啊 诡异的感觉就更加的强烫 村子里面显得异常安静 除了探险队的脚步上 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房子虽然高大 却挨得特别近 朝向呢也显得奇怪 愣是没有传统作备朝南的方向 再加上可能荒的时间有点久了 走在里面觉得特破败 特荒野 那这突然冒出来的村子 那怎么回事呢 有队员呢就瞄了眼地图 哎 还真有这么个地方 名字呢就叫做风门村 不过呢再多呀 地图上就没写了 你说就眼下这气氛 队员们的心里啊 其实呢都有点发毛 说要不原路退回去吧 可这会呢 天都暗下来了 他本来就迷路 你再往回走呢 更不知道会碰上什么 得 咱凑合着单一晚上嘛 讨论了半天 探险队呢 最后还是在村外的平地上 就搭起了帐篷 可是 虽说远离了村子 等到黑夜彻底降临 令人恐怖的事情 还是发生 感觉特别真的情况下 都是有一个东西 拉开了他那个帐篷门 我都是听到那个房顶 就有人拿沙子撒的花 花的声音 听到半夜 走经历 周围 有人走来走去的 他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人影 在帐篷面前晃了 晃了晃了晃了 然后 我听他说是 那个人就是 在我们几个帐篷 都转了一圈以后 往村子里面走了 然后就找不到了 就是当天晚上 有人 起来过 在就是在 三四点钟的时候 然后那个 跟他同一个 帐篷的人 叫了他一声 他也不理 别看这个探险队里面 那都是些纯爷们 可冷不丁地 遭遇这些灵异之间 那又是在 大半夜的荒山野岭 一个个 那也是吓得够呛 说不出来 但是